五年前,我拿出了一千块钱去帮助一个流浪汉 五年之后,他居然回来找我了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我带大家去了解一下 Hello,大家好,我是小雨 我家里的家境不是很好 家里供完我读完高中之后,我也就没有再继续读书 而是找了一份工作 这个工作呢,还是我亲戚帮我找的 是在市里边工作 虽然那个工资,当时五年前嘛 工资也不是很高,一个月可以领到两千块钱 但是我也是相当的知足了 每到领工资的时候啊,心里也是特别的开心 后来再工作半年多的时间吧 每个月反正挣的钱呢,也够自己花 多余呢,就先等下来 家里人呢,给我打电话 就说家里要翻盖房子 因为当时家里条件也不是很好嘛 所以就问问我,现在不是已经工作半年多了吗 有没有攒下什么钱 如果有的话,有多少给家里拿一点 就是让家里可以盖个新房子 我这工作半年下来呀,差不多也攒了五千块钱 于是呢,我就趁着周末 然后取了五千块钱,就往家里赶 走到火车站的时候呢,却碰到了一个人 就是浑身脏兮兮的,三十来岁的样子 就跟我说,小姑娘呀,你身上有没有钱呢 我已经在这里流浪啊,喝几天了 一顿饭也没有吃,你如果有钱的话 能不能帮帮我,日后我肯定会还给你的 我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事情 因为也是第一次参加工作 第一次独自去外边嘛 遇到这种情况啊,当时我也是慌乱了 我就站在那里沉默着,没有说话 然后那个人继续又说道 我真的呀,是因为有事情 所以呢,家里的就是着急要回家 但是呢,身上又没有钱 我已经在这流浪喝一天了 你就行行好,帮帮我吧 于是呢,我就下定决心要帮他 但是周围呢,一看就是这个男的 然后就是在我跟前一直跟我要钱嘛 就好多人就围上来 就说小姑娘,你不要信他的 这个人啊,八成就是个骗子 这样的人,有好多的 都是扮起来就是可怜的样子 来博取别人的同情 以至于骗别人的钱 但是我看他的那个眼睛啊 都红红的,眼泪都出来了 看着也不像是骗人的 于是呢,我就拿出了一千块钱给他 他呀,对我是连生的感谢 让我留下联系方式 说之后,肯定有了钱会还给我的 我呢,就把我的电话号码给他了 回到家里之后呢 我把这件事跟我的父母说了 他们呢,就把我大骂了一顿 就说我太傻了 遇到骗子了 肯定是 像这样的人,真的 火车站多的是 基本上都是骗人的 但是我感觉呢 我就感觉他不像是骗人的 因为他话语当中呢 就真的是特别的可怜 而且说着说着眼泪都出来了 我觉得如果是假的话 那他的演技也太好了吧 虽然我心里就是坚信 他不是骗我的 但是也还是比较犹豫吧 所以我就在家里 一直等着他给我打电话 但是一天两天过去了 还是没有给我打电话 后来又过了一年 也还是没有 我渐渐的呢 也不抱什么希望了 就觉得肯定也是 家里人说的对吧 也许当时确实是我太单纯了 容易相信别人 时间呢 过得挺快的 一转眼五年过去了 突然呢 我的手机就是来了一个号码 一看呀 是个陌生号给我打的电话 于是我就把它挂断了 挂断之后呢 这个号码又给我打过来了 我当时就特别的生气 我觉得这个诈骗电话 真的是太执着了 别人给他挂了之后 他又打过来了 我接完之后 还没等我说话 对方就说了 说小姑娘 你还记得我吗 你猜猜我是谁 一听到对方这么一说 我就确信了 肯定是诈骗电话 刚要骂他的时候 对方接着又说 我就是那个 当年在火车站 你借给我一千块钱的 那个男人呢 我就是当时听完之后呢 脑子里就回现 回忆出就是当时五年前 发生的那一幕 一想 哦原来是在这个火车站 我帮助的那个男士 我就说 哦我想起来了 然后他就说 不好意思啊 就是一直没有跟你联系 因为这些年呢 他一直在忙于工作 忙于赚钱 所以现在呢 有空前时间了 就赶紧给你打个电话 先把那个钱呀 还给你 我就说 好呀 他就说 那咱们还是约到 当年你借给我钱 的那个火车站 那个地方吧 明天一早 你记得过来 我就答应了 所以第二天 早早呢 我就起来了 赶往那个火车站 当时之后呢 果然站在那里 有一个男的 我就问了 我说你是当年 我借给你钱的 那个大哥哥吗 他说是的 当初啊 是多亏你帮助了我 所以啊 我才会度过了难关 真的非常的感谢你 这个地方啊 还是当年 你借给我钱的地方 我一直记得 于是他很高兴的就说 咱们还是边吃边聊吧 我请你吃饭 我就爽快的答应了 在吃饭的时候 我就问他 当年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因为当初我也只是 想帮帮他 就给了他一千块钱 具体什么事 我也没有问 后来他说了 原来当年呢 他是来找他妹妹的 他妹妹就在我们这上班 原先就是 每周都会往家里打电话 后来呢 一两个月都没有打电话 家里人就着急了 又联系不上妹妹 于是就派他来这找妹妹 谁知道他一下车呢 这个钱包还有手机 都被别人给偷走了 他就非常的狼狈 于是饿了好几天 在这火车站 请求别人的帮助 看看有没有人把钱借给他 幸亏呀 他是特别的运气好 碰到了我 我呢 又帮助了他 所以他话里 话外呢 就是非常的感激我吧 我就问他 我说那你妹妹找到了吗 他说现在找到了 妹妹也回家了 我说那这么多年 你为什么都没有演戏我呢 他说本来呀 想早早联系我 把这一千块钱还给我 后来回去之后 他就是开了一家小餐馆 生意啊 非常的火爆 妹妹后来也回来了 帮他一起打理生意 现在呢 这个小餐馆已经开了好几家了 实在是忙得出不开身 他觉得呀 已经过去好几年了 确实是应该把这个钱还给我 所以呢 就抽个时间 给我打个电话 想把这个钱还给我 我就说哦 原来事情是这样的 其实我心里还是 还是挺庆幸的 当初我的选择是对的 帮助了一个需要帮助的人 他呢 从这个包里边拿出了五万块钱 他说这个钱是给你的 我说我当初借给你的是一千块钱 你给我这么多干什么呀 他说当初你帮助我呀 你就是我的恩人 再说又过了这么多年 我早就应该把钱还给你呀 苦于呀 自己就是特别的忙 没有时间 这五万块钱就当做是我报答你的 这个钱你一定要收下 我本来是不想收下的 但是他就是一直很坚决 态度很坚定 于是呢 我就收下了 他说以后呢 就是有什么困难了 记得给我打电话 我一定会帮助你的 说着呢 他还想认我当干妹妹呢 因为他现在就是 就是生活条件也好了吧 就说能帮助我的地方 一定会帮助我的 回去之后我就把这件事给父母家人说了 而且拿出了五文块钱 这个家人们看到我手里的钱 你听说我说这个事啊 这个态度是180度大转弯 就说我当初这个决定啊 真的做的是相当的正确 还说我真的是好人有好报 怎么怎么样 其实无论怎么样吧 我也庆幸当初的选择 等于是没有帮助人 当初如果我没有帮助他的话 我也不知道他现在结局会是怎样 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 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最终就是让这个人也得到一个好的结局 真的是赞美不过的一件事情了 如果是你们遇到这样的事情 你们会选择怎么做呢 这个故事呢 是发生在网友身上的一个故事 大家觉得这个网友这么做对吗 大家有什么想说的话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下方留言讨论 好了咱们视频就分享到这里吧 拜拜